三角形重心的运用 如右图三角形ABC中A珠跟C1为两条互相垂直的中线 请注意垂直是关键 然后接下来相交重心于G点 乙之A珠长是9,C1长是6,要求ABC的面积 好,那我们这边采取的策略就是 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是90度 那A珠长的长度是9 所以我让9乘以三分之一得到这一段长 也就是9乘以三分之一得到13 那我的这一段长 这个地方是CG是C1线段的三分之二倍 所以是6乘以三分之二得到这个长度就是4 那所以我的这个CG珠的这个面积是3,4,12的一半就是6 然后接下来乘以这一块面积是全部的六分之一 所以我的ABC给它乘以六倍 所以得到6,6,36 那你看这边的写法 9乘以三分之一这一段长 9乘以三分之一这段长是指这个地方 这个长度叫做G珠 然后6乘以这个三分之二这一段长 这里所指的是指这个地方叫做CG 那这个面积是底乘以高除以二 所以这整个的面积是CG珠的三角形面积 那因为这一块面积是整个ABC的六分之一 所以给它乘以六倍 就得到整个三角形ABC的面积算出来 答案就会是36 这一块面积算出来上去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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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块面积算出来上去的